就算你是林家的天津又怎样 还不是死在我这腰的手 就算爸爸知道你是被我杀的 你又不能怎样 你死后 林家的一切 就是我们的 我不是死了吗 我居然重生到了三年前 林家派人回来接我的这一天 林婉为了阻止我回林家 不惜摆脱我的养母杀人灭口 难怕我侥幸疼妥 可两年后还是死在她手里 你还没死呢 哈哈 亏我教了这个女人20年那么紧 没想到上一岁他就为了10万块钱 要让我命散皇权 老娘养了你20年 现在你亲爹亲妈要来接你了 你就这么泡不激烈的想走 是 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别想离开我 我不会让你走的 那你就去死吧 你敢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你逼我喝干水 让我出口了 还天天打我 我也试试了 可好还够了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而是那林婉 他给了我10万块钱 他让我折磨你 他让你再也回不了林家 没关系 下一条 喂 师姐除掉了吗 喂 说话呀 上一时 我被林婉儿抢走所有 惨死家中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他也常常禁失所有的死 不管是父母 侯妞 还是爱人 全都要躲走 师姐呢 不是让你去接他了吗 回老爷话 人没接到 我去的时候 母子已经空了 他明知道今天有人去接他 却不在家好好待着 哎呀 简直是不懂规矩 妈 我可是听说 姐姐经常在外面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会在一起 不知羞耻 这种人怎么能做我林家的大小姐 我 我看 就让他死在外面算了 可能要让母亲失望 我回来 师姐 你现在还活着 怎么 你很失望 怎么会呢 我就是担心姐姐出什么事 你快过来坐吧 师姐 就跟你活着又怎样 不说三天 我这样坐得出了 你该叫我什么 师姐你 再想 你该叫我什么 姐姐 对 龙君说 大小姐 小姐 小姐姐 你给我记住 林家只有一个女儿 你要是再拎不清自己的位置 我会让你和李修芬 有没有悄悄生气的死 一样 什么 李修芬死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妈妈 你不要管姐姐 都是我的错 娃儿 有妈妈在 没人敢欺负 就算是我亲生女儿 也不行 吃酒 给娃儿道歉 不要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目中无人 不懂关锯 刚一回来 就像成为佛 我和你爸害羞 你还没死 母亲 我这是在交零碗规矩 毕竟一个家里的养女 要是精卑不分 传出去的名声多年 他不是养女 不是养女 那是什么 您的私生女 又或者是下人 混账 怎么 你还想打我不沉 师姐 我可是你母亲 母亲 没说错了 我可没有母亲 混账 我劝你最好别容 否则我一不小心 把林婉儿给杀你 你这干嘛 你不信的话 你大配试试 那现在母亲觉得 我配做林家大小姐吗 配合 妈妈 我 从今以后 实际是妈为你 你以后见到她 在叫大小姐 我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 你到底跟妈妈说了什么 够啊 一家人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 马儿 石井刚从乡下回来 你要多包容 否则 外界就会觉得 我们磕带女儿 这样吧 你先送她回房休息 父亲的意思 马儿明白 但是 还是让刘妈去吧 我害怕一句话说错 又惹大小姐生气 请 请吧 在这个家里 林婉儿 请问君偏心 上一世 林婉儿就是仗着我无人可疑 让我沦为变态附生的玩物 这一世 我定要让她也成长同样的自卫 进去吧 这就是你的房间 你们就给我做保姆吧 林婉儿去哪 有的住就不错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个家的主子了 我再问你一遍 您婉儿住哪 难不成 你还想住我们婉儿小姐的房间 虽然你身上留着跟老爷夫人一样的心 但老爷夫人最好 你最疼的还是我们婉儿小姐 她的身份 你 比不起 我 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 十几年 我可是家里的老人 你胆对我这样 这样就传出去 对你的名声可不好 一个保姆 我打了就打 更何况是你尊卑不分在先 之后要挑拨我和老爷夫人的关系 不然你说 这些事情传出去 这我谁 大大小姐呀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千万可别误会 刘妈 发生什么事了 婉儿小姐 你可要为我做主案 大小姐非要住你的房间 我好心劝了两句 她就打我呀 师姐 大小姐 我知道你恨我 但刘妈毕竟是咱们家的老人 你再怎么生气 也不应该动手打她呀 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再留妈道个歉 好吗 你的面子 林婉儿 你算不是个东西 师姐 你别得意你 我一定会将你赶出林家 大小姐 求求你真的不要再惹事收拐了 爸妈会生气的 我有什么事 你怎么 妈 我疼 你手流血了 孩子们干什么 快找药枪拿过来 是是你 师姐这是怎么回事 爸爸 你别怪姐姐 是我没站稳 就是他说的这样 当我们都没看见了 姐儿 你快点你爸爸认错 他脾气可没有我这么好 是啊姐姐 你主动承认错误的话 爸爸还会原谅你 但是如果你继续不知悔改下去的话 父亲恐怕 还会把你送回乡下的 既然你们都认定是我推的他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把我送回去好了 就是不知道啊 这外面听说 父亲刚把我这个亲生女儿的接回来 马上送回乡下 这样怎么评价 师姐自己不懂规矩 我们把你送回去 别人能说什么 姐姐该不会以为这样说 爸爸就不会把你送走了吧 我们林家要领 其能时候你在这儿瞎野的 林婉 你为了把我赶出林家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只可惜 太着急了 你什么意思 爸爸 我儿子做什么 你脑子是干什么吃的 刚才跟你说 实际是我林家大小姐 如果刚回来就被赶出去 外界就会说我磕带女儿 现在是公司上升的关键时期 这事要是传出去 你让我的脸忘哪儿 哥 爸爸对不起 是我错了 立刻从十几人的房间搬出去 让给她住 是 你别得意 以前卧室而已 我大发自卑让给你 但是林家的一切 早晚都是我 而你 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 谁给你的底气 前晚之吗 实话告诉你吧 三天之后 就是我和叶尔少的订婚宴 叶尔少可是帝都第一大少 身份尊贵 富可敌国 捏死你啊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见人 等到我成为叶尔夫人之后 再让爸爸把你嫁给一个 老男人 你说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啊 跟我走吧 待在林家可不是什么好去处 原来你的炮身是叶尔少 那你可对我听好了 这个男人 你要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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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第一世家戏成人叶尊 世家戏 不可敌国 成人他不信无私 有名字 师哥留个联系方式吧 滚 不留联系方式 赶紧滚开 那闪婚吗 不要彩礼那种 这张里能见世间生 那真是有情 你说什么 啊 你好 我叫石锦 今年22岁 从小在乡下长大 有一点积蓄 没有父母 所以没什么负担 还有呢 还有 啊 母胎单身 身体健康 无不良是好 谢谢 味道不错 夜少很有品类 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 夜家次子 天之骄子 无论长相身材 还是智商情商 都是翘楚中的翘楚 你今年二十 二十五岁 母胎单身 身体健康 不良是 那夜少愿意给我领证吗 不要婚礼 不要财礼 就两者 这么着急 好能人要抓住我 不然我怕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我这样是不是太唐突了 也是 过于市场豪赌 夜少要是有什么心理压力的话 也没关系 把我的户口本拿过来 我竟然真的跟这个只见我一面的男人结婚了 密码六个六 随便说 这是 这是我的工资卡 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那别的夫妻怎么相处 我们也就怎么相处 至于聘礼 晚点我跟苏西四个 我以为在你心里 我们只去一场街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 我俩兴趣相投 观念一致 命中注定的 一二少说得对 还有 今晚我会在中夏酒店摆下宴席 当所有人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 到时候我让我助理去接 好 那晚就见 哎 也不然 咱们不得 留个联系方式吗 哦对 你搜我吧 好了 那晚先见 晚先见 无论前世金生 一生为什么 都有什么 我终于找了你 这次 我一定在搜我定 苏西 准备百亿聘礼送去 一千万的珠宝 两个亿的房 还有价值百亿的 饮食公司啊 年少在我们家室 真是出手阔彻呀 哈哈哈哈 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千哥哥 家里不一次争识我 哎 妈 等到我嫁给叶儿少之后 我一定让他们 多多帮助咱们俩 好好好 一后林家 在京城的地位 可就全靠你了 哈哈哈哈 恐怕不行吧 恐怕不行吧 师姐 你什么意思 妈 你别生气 姐姐啊 就是嫉妒我嫁给叶生哥哥 你是不知道 她之前还跟我说 要抢走叶生哥哥呢 就她 你跟从小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 你得规矩不懂 恐怕看叶家的本 可进不了吧 师姐啊 以后 你要多向往哪儿学习 我不求你像她一样 嫁给帝都最顶级的权贵 但最起码也要是帝都排得上号了 能为我们林家带来利益的助手 不必了 我已经跟你们口中最顶级的权贵 叶生结婚 你 哈哈哈 天不知识 别说是我们家玩了 就地图那些名门千金 哪个不比你优秀 叶儿少怎么可能娶你 梦想跟失心妄想还是有区别的 只有像我这种出身名门 接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 才配接受叶生哥哥的聘礼 是送给你的了 别自作多情了 都不相信我们叶真结婚了是吧 好 结婚证 这下该信了吧 行了 那我干嘛没有 不论这个人家的叶儿少 竟然弄个假 这在骗我们 今晚宴会 你不要去 别在这里救人县 太让我失望了 今晚在家 好好反省反省 实景啊实景 癞蛤蟆是吃不到挺多肉的 今晚的宴会呢 你也无缘参加了 你跟没人能看得上你这个 土包子吗 今晚 我还真是越来越期待今晚的宴会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一生哥哥的订婚宴 婉儿再次谢过各位 婉儿 恭喜你如愿以偿 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作为你的朋友 我们都挺感到开心 就是 你从小就喜欢叶儿少 如今呀 总算是守得云开 叶儿少愿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 去办你们的订婚宴 看来是真的很喜欢你 哪有那么夸张 这个酒店也就人均消费二十万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以后听听来 好呀 对了 你那个香白老姐姐呢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货色 敢动我先生的朋友 季小姐 我家的野丫头 账不了台面 今天到场的都是 临门前进 她如果来了 不是各位小姐 惹会气的 是这样 你怎么来了 今天可是叶儿少和我儿的递婚宴 你一个野丫头 你敢来倒乱 还不滚回去 哎慢着 这位就是流浪在外的邻家千金呀 穿得这么寒酸 也有脸来参加 婉儿和叶儿少的婚宴 我来参加我的宴会 穿什么 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 你让我来参加 你让我来参加 见不见会 是你天大的执行 你还不敢先玩 还在这里大放居 妈别生气 姐姐能从乡下回来 想见见世面也是正常 说不定啊 她还想在今晚的宴会上 调个青龟婿呢 哈哈哈哈 收起你高高在上的自财 免得等会被夜春甩了 得不成失 师姐 你还敢这样和婉儿说话 师姐 你现在最好立马跪下 向婉儿道歉 不然以我计价的实力 分分钟要你们见命 我蓝家也同样不放棍 脱罪了我们的朋友 恐怕在整个帝都 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表里不一的 到底有什么值得你们这么甜 够了师姐 就算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也不允许你这样说话 师姐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对我好 因为我是帝都赫赫有名的才女 还将嫁给帝都第一大家族的继承人叶瘦 那你是从小长在乡下的村姑 我们两个高下立剑 大家当然只会讨好我 你知道你在我眼里像什么 像不像我自己 我都不带完了你 没关系 像我们这种身份高贵的人 是不屑于这种平民迹象 不过姐姐既然不愿意和大家一样祝福我 那我就只好请你滚出去 师姐 你竟敢在叶家无量的二少妇人大放厥死 若是被叶二少知道 我们林家都在玩的 师姐 再怎么说你也是林家的大小姐 看在林夫人林总的份上 婉儿才不跟你计较 而你却不知好歹 难道真的要害了林家 害了婉儿 你才甘心吗 把她赶出去 凭什么来参加叶家的订婚宴 好我就告诉你我到底是 就凭这枚戒指是叶琛专门为我定制 师姐你别吃惊妄想 那不是你东西 赶紧放下 这个土包子还是疯了吧 既然妄想和叶二少结婚的是他 师姐你这个孽子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敢把你牵回林家 爸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把这个贱人赶出去 来人一二少 订阅哥哥 叶琛哥哥 师姐你现在快点把戒指放下 向叶二少道歉 我为什么要这么道歉呢 放肆叶家是这毒世家之神 你弄了他东西 当然的恰恰你道歉 是吗 那母亲不如问问他 我真的 你要向他道歉呢 叶琛还没开始 向你道歉的事 好 这叶二少玩的又是能处 叶二少心思难测 兴许是有什么基本 叶琛哥哥 石井大闹我们的订婚宴 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把他赶出去 这个宴会就不用办了 叶琛哥哥 叶琛哥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来点时刻 若是宾客都走了 叶会 还怎么进行下去 叶叔叔鸭爷好 大家不用客气 今天是我儿子的订婚宴 大家 随意就好 林小姐怎么还没换礼服 小琛 带林小姐去换一套合适的服装 叶阿爷 还是我带姐姐去换吧 那也行 那叶夫人叶总 平时赔了 时间 我绝不给你抢走叶琛哥哥的机会 你又随便找个黄金换了吧 那 这是个人的礼服 林婉 你为了让我出丑 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林小姐你好 我是一二社的助理 孙琪 这是涉业亲自为你准备的礼服 感谢你拜扇 多谢 没想到 夜深点关心 就我们家大小姐吗 身材真好 他身上条裙子好像是夜深明清 亲自设计的 怎么不在他身上 这 有事吗 装裙子谁给你 你的夜深信呗 不可能 那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夜深哥哥领你是谁 怎么会送你裙子 你不信算了 别跟我抢夜深 否则 不会让你 那要是我说 几个月亲接着 已经是我的 你就是一个贫命哭的 夜深哥哥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不是我告诉你 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传你的私生活不检点 说你跟无数男人睡 这就是你的手段 没错 你要是再敢惹我 我就不止传谣言这么简单 让你生 你死 你大可以试试 我也很好奇 这一次 我们之间到底是谁 生的无数 哪个不长眼 竟然敢欺负我 金恩生的 是谁这么不长眼 敢欺负我金恩生的朋友 人生 朵朵 你们来了 我当然要来 竟然敢欺负我的朋友 你说你一回来就打了我了 还抢了他的房间 很瘦 你姐姐可能太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仗着自己林家大小姐的身份 在你面前耀武言威 不过你别怕 有我堂堂季家大小姐在 我看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真不好啊 婉儿 别担心 就算他再嚣张打护 也不敢同事得罪京城排名第二的季家 和排名第三的婉 季小姐 蓝小姐 久仰大名 你知道我的事是什么 当然 上一世 林婉儿可没少令你们给我使派 只可惜 你们当林婉儿是朋友 还却当你们是棋子 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还不跪下道歉 要我教你怎么做是吗 放手 你竟然敢对其家大小姐不敬 都是人谁比谁高贵 他骂了我我还不能还手吗 你到底想怎样 道歉 上午给你这个道歉 门都没有 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 这还差吧 人生的没事吧 都怪我 怪你做什么 要怪也怪他 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那你现在看见了 一个穿着假货 刚从阴沟里爬出来的臭牢 也敢在我面前嘚瑟 什么假货 当然了 她身上这条 可是叶夫人三年前设计的孤品 全世界仅有一条 而且这条孤品 已经被叶夫人自己珍藏了 怎么可能在她这个乡巴佬身上 我记得 叶夫人当时设计这条裙子的时候 还上了热搜 确实跟她身上这种 一模 姐姐 你该不会真穿了一条假货吧 我们林佳这个脸啊 真是要被你丢尽了 说完了吗 说完了我走了 站她 你还想走 你竟然敢打了我 打你怎么了 再敢惹我 信不信还打你 林小姐 婉儿只不过说了一句 你身上的裙子是假 你难道是恼羞成怒的吗 他这条裙子本来就是假货 要是不服的话 我们咋个赌 你该不会是判了 有些人就是喜欢装腔做事 参加个宴会 还要穿条假货 这骨子里的 死了 是一辈子都改不了 姐姐 就算你回了林佳又怎样 还是改不了骨子里 你要赌什么 就赌你身上的这条裙子是假货 你要是输了 就脱光衣服给我们跳舞 那要是你们输了呢 我是不会说的 季小姐 话别说的那么多 好啊 如果我输了 我就跪下 给你磕头道歉 别冲着 怕什么 好 记住你说的话 别后悔 季兵小姐 宴会就要开始了 请各位前往宴会厅 你给我等着 姐姐啊 他这次死定 少人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 咱说 不要太紧张 你不能看下我的面子上 你不会太为难你的 你有什么面子 看你待会还怎么想着 哎呀叶叔叔叶阿姨刚才 呦 这人长得漂亮 这穿什么都漂亮 有时间了 到阿姨家坐坐 好等宴会结束 会抽空去看望您和叶总的 好好好 阿姨就等着你 阿姨喜欢吃什么 提前给阿姨说 听说你从小 是在贫困的叶城乡下长大 是的叶叔叔 我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 可能还不太懂好门的规矩 我问你的吗 啊对不起叶叔叔 我 是的叶总 我虽然从小在乡下长大 就经常的规矩不太了解 但做人最基本的努力 嗯 是个 嗯 是个不骄不造的孩子 你说说呀就喜欢一眼一板 你看你把两个孩子吓 好了 宴会马上开始了 你们两个下去做吧 谢谢叶夫人叶总 谢谢叶夫人叶总 你别得意 那我得到叶城哥哥 我定要让你好看 可恶 这个竟然还没被叶夫人赶出去 可能是看在娃儿的面子上 叶夫人不能责罢了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怎么呢 干嘛 没什么 就是姐姐刚才跟一种叶夫聊得很开心 玩儿有些失落罢了 你和叶总叶夫人 你要那么开心干啥 南无成想抢娃儿这回事 我抢了又如何 反正都是给林佳带来利益 我和林娃儿谁架个叶城 不都一样吗 麦恨我想着听了 闭嘴 锦儿说的有道理 不论你们两个谁架个叶城 对林佳都有 你们记住 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子 你们必须团结一致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父亲 我们走着瞧 叶城哥哥是我的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宴会 下面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角 叶奥少和林小谷 这工作人员怎么安排的 打个单独的打错 姐姐 你就不用上去了 工作人员闹笑话 我们人机很可能 好 那你上去试试 叶城哥哥 叶城哥哥 你怎么上去 下去 叶城哥哥 今晚不是我们的订婚宴吗 谁说今晚是订婚宴 今晚的宴会 是我宣布结婚的晚 结婚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交完过 谁说是 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做我的妻子 锦儿 上 啊 哇 什么可能 我这好闷的 这个男人不收到的 鲜花的美 谢谢 可能 叶城哥哥 喜欢的人不是我吗 我从小从小都是你一直跟着我 你何时喜欢过你 我确实听说过 林家这位养女一直缠着叶少 叶少都已经拒绝了很多次 她还不要脸的往上坐 这不就是舔狗吗 不要嫁叶少 连世家小女的脸子都不要 哎 可耻的 不是喜欢一个人 而是人家明明就不喜欢他 还自以为是在缠着人家 怎么办啊 朵朵 王儿现在已经很难过 有人现眼的东西 还不赶紧哭起来 不 不可能 叶城哥哥 有些骗我的对不对 你不可能来结婚 哪来的疯子 既然你们不相信的话 锦儿 拿出结婚证给他们敲 现在相信了吗 不可能 你们竟然是真的 是你 是你抢走了我的叶城哥哥 这个 你怎么不就死啊 来人 放开我 我要杀你 年女 你要杀谁 爸爸不要叫我爸 你 你只是林家的养女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 叶总 实在对不起 婉儿 被我们惯得太骄纵 不像锦儿 听话懂事 轻易 不要太介意 林总 无规矩不成方言 你家养女 竟敢对我妻子不尽 您是想跟我们整个夜家做吗 叶总 哪里的话 锦儿是我唯一的女儿 如今她嫁给了你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 难免会有点摩擦 请叶总 不要太靠在心上 亲家说的不错啊 这一家人啊 吵吵那道 还正常 是 不过 你这个养女的家脚 是应该好好的搅一搅 随着对着长女大哭小 叫 这城堡秘密 亲家说的是 哎 怎么敢你向你姐姐和夜二少道歉 我就不必了 向我妻子道歉 姐姐对不起 你该叫我什么 大小姐 错了 我现在 去夜少夫人 是 夜少夫人对不起 夜少夫人 对不起 既然 晚儿已经道过歉 那就让宴会继续 不要因此 影响了各位来宾的心情 宴会继续吧 我们年车啊 真是玩 我们这些长辈呢 就不跟着想不到了啊 是 夫妻 来 来 锦儿 这是我们夜家呀 传给儿媳妇的传家宝 镯子送给你了 谢谢夫人 妈叫夫人呀 母亲 真是个好孩子 这件礼服穿到你身上呀 真漂亮 谢谢母亲 等一下 妈 你让小姐还有事 婉儿 走回去 婉儿 别闹了 跟妈回去啊 别夫人 我姐姐身上穿的这套裙子是假的 您难道看不出来呢 婉儿 别说了 实景穿一把假裙子来参加宴会 这不仅是对您的不敬 更是对整个夜家的不敬 你难道真的要让实景 进你家的门 零二小姐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这是我儿子小车送给他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你说什么 你是这裙子是你送的 没错 我早知道锦儿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我便送他一件礼服 作为见面礼物 怎么 有问题吗 不可能 传闻零二小姐 温柔善良 最懂规矩 怎么今晚 突出刁难我儿媳妇 就你这规矩 以后呀 还是多向我儿媳妇学学吧 这恋爱小姐以后的婚事堪忧啊 哦 怎么说 叶夫人出身书香明定 他都说零婉儿不懂规矩 以后是因为好美使家 谁还敢娶着这样的媳妇过门 哎 可惜 可惜啊 娃儿 娃儿 你没事吧 姐姐 这下你满意了吧 这话要是从何手机 你害我在宴会上丢脸 你害我被爸爸指责 害我被叶夫叶母嫌弃 这些 都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这都是你咬游自询 跟锦儿有什么 叶真哥哥 就这么相信这个女人吗 他说的没错 我就是想看到你失去一切 又普普争承 而这 这个不过是个孩子 师姐 你够了 婉儿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算得着你这么针对他 苏妻 把这几个对叶夫人不敬的人 是不用 林大小姐 今晚你一月成为了叶二少的夫人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难道还嫌不够 你还想怎么欺负王儿呀 林婉儿还真是交了两个不错的朋友啊 这可惜 他值得你们这样对他 这用不着你管 婉儿温柔善良 虽然比你这种小人好多 是吗 我记得你们还欠我一个赌约没有略行吧 不如就用这个赌约来检验一下你们之间的友谊 你难不成还真想让我们给你跪下 你们可是京城排名第二第三大家族的大小姐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但请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哎呀 婉儿 你不用像这种人求情 我不信他真的敢让我归情 婉儿 人善别人妻 你就是太善良了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就是害怕 他会因为我牵入你们 真是令人感动的姐妹情 这样吧 我可以放过他吗 真的吗 我只有你会打 好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说吧 只要你 独自把酒店的洗手间打扫了 我可以放过他 什么 我一个千金大小姐 你让我去打扫厕所 怎么 你不愿意 年晚可是被称为好美女神 他要是去打扫厕所了 那场面 可真是让人期待的 谁说不是呢 我不是不愿意 我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你不愿意放下你冰清玉洁的女神形象 去为朋友打扫洗手间 这么说你们这间的友谊也不怎么样 不是 不是这样的 石锦 你不要 婉儿 我和恩生为了你不惜得罪业家 你也是愿意去为我们打扫洗手间的 对吧 我 年晚而最看重她的女神形象 让她去打扫洗手间 不让他去死 至于朋友 在他心里 不过就是一台铺路的电脚石 朵朵 你是知道的 我洁癖最严重了 你要是让我打扫厕所 我可能恶心的几天我都睡不着觉 作为朋友 你从上学开始就说自己有洁癖 为此 我和恩生替你打扫了好几年的卫生 如今 我们两个为你得罪了业家 不惜面临被家族责罚 而你 去这些小事都不肯我们做 你还说是我们的朋友 朵朵不是这样的 李大小姐 对不起 之前是我们都有冒犯 关于赌约 我懒朵朵愿赌服输 不需要任何人带我手带 朵朵 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解决的 不需要 林二小姐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 像你这样子的朋友 我可不敢 朵朵 恩生 你快帮我跟朵朵说一说 我真的是想要帮你们的 听完啊 过去我确实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但是现在你太让我失望了 以后怎么还是当做不认识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 我和朵朵一样 愿赌服输 不需要任何人带我手带 季小姐 蓝小姐敢做敢当 我失敬佩 跪下就不必了 两位平白无故找我麻烦 给我道个歉 这事就翻篇了 就这么急说了 你不趁机敲我们一笔 本来就是误会 我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跟你们计较 更主要的是 在我上辈子被林婉儿坑害最坏时 这两个是为数不多帮我说话 让林婉儿放过我的 林大小姐 倒是跟我们想的有些不一样 有时候 不要听信某些人的一面之词 恨都会更准确 林大小姐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我为之前的误会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林大小姐 那贵王恩怨一笔勾销 好 恩熊朵朵 你们真的 不认我这个朋友了吗 林大小姐 我和朵朵就先走了 在此 恭祝你和叶儿少 家务天成 游戏 恩熊朵朵 我们等到我 林婉儿 游戏开始了 我要亲眼看着你失去家人 朋友 以及心爱之旅 直到 将我遭遇的一切 兜场 累了我 我送你回去 好 少爷 人找爸爸 那小狗狗 你们等等我啊 盖子的师祖 都害你 今日 烟河之辱 为你百倍偿还 喂 喂 胡少 我被人欺负了 你能帮我教训他一下吗 他叫石井 嗯 谢谢胡少 石井 石井 你完蛋 有病吧 有病吧 怎么害致的你们啊 啊 开心吗 见他一身水而已 如果可以 你的自己装 就像他前世对我那样 这个女人 蛇蝎心肠 你惹了她 恐怕 她是不会善把甘休的 明天我再给你配个人吧 不用 我自己能解决 我知道 你要保护自己的努力 但我现在是你的另一半 我可以做你的依靠你 好 早点休息 谢谢 再见 以后不许跟我说谢谢这个 我们是夫妻 需要东西 知道了 回去吧 等婚房安排好以后 就叫人家 晚 本来想利用完它之后就分开 没想到这家伙似乎不按常理主派 难道我招惹错人了 你就是实际 精神第四道家族无家独子无标 要 还认识也有 当然 上一世我被人领悟 险些赠命 便是拜此人和领悟而所赐 本来还想去找你要一样东西 没想到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要什么 要爷爷我的处心 不 是要你的命 哈哈哈哈 口气还不小啊 怪不得晚上能被你气哭 今天晚上 本寿就替你爹娘好好叫 给我上 往死里打啊 等一下 换个地方去 说什么 这里是林家 周围到处都是巡逻的保安 你们在这里打 得不成 你胆子还真大呀 既然你想死 那我心里 还愣着干嘛 带走 总裁 少夫人出事了 掉头 是 怎么样啊 这一块是即将要拆迁的老城区 保证一个人 确实不错 哪怕死伤一两个人也不会啊 现在知道害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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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呀呀 王妃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趁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你要是下轨给我磕头道歉的话 我还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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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吧 啊 你 你会打架 你没听过吗 我从小在平民度长大 跟地痞流氓为伍 最擅长的 就是对付你 只可惜 上一次我手里的锋芒 不想被迷晕 结果却被凌尔 我和这个家伙 我害死 我告诉你啊 我爸是护家家属 你不是打我 我爸是不会放过你和林姐吗 你没事吧 谁让你帮我挡的 我现在老公不挡我谁的 别说这行先去医院 你开车 还是 医生 我们走才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但还是需要住院观察两天 你们谁跟我去办一下手续 我给你去 还生气 下次 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好 我答应你 今晚 留下来陪我 不要 叶夫人 我是为你受伤的 叶二少这是在 撒娇吗 好 嗯 嗯 天呐 这还是我们高龙霸奇 不济女子的总裁吗 我去看看有没有折叠床 好 我杀了你我我这一拳是打你拍着玲珑我这一拳是打你做拍我视频和我名手这一拳是打你开车个名玩撞扶 啊 不要打了 别打了 错了 想让我别打了 除非你死了 少官员 终于找到您了 没事 你们可以报警我无所谓 速军处理一下是 哎走才行 没事吧 啊 真的应该会跟踪我那一拳 说到底是谁 放开啊 少爷 你长得很像母亲吗 母亲 对 你真正的母亲 不成的首富夫人 富于人 不成首富是你的亲身父亲 而我 是你的哥子 公业 我前段时间刚知道我的身份是明家大小姐 现在冒出来一个什么狗屁哥哥 说我是 首富肩金 你觉得我不信 你的右肩上有一个蝴蝶抬机 你刚脱身时用的墙包 上面绣的一个单字一个 那些父亲没离去的名字 母亲亲手秀 你根本不是什么明家大小姐 你是不成首富千金 风银 演得很好 帮我一个字 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我的信息 也不知道你们接近我有什么能力 但我警告你们 离我远点 我 叫十姐 没有父母 父母 如果我真有父母 那上爷是他们为什么没来着 没事 马上就到你的生日了 我们会再见面 上爷 就这样让小姐离开了 老爷和夫人都很想念小姐 他突然得知这个消息 肯定会很难接受 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好在 我们找到他 你在这站多久了 从他说蝴蝶胎记的时候 叶夫人 我都没看过你身上的胎记 他说我不是林家的女 是护城风家的大小姐 风家 我也有所 是护城最悠久古老的好门 风总和风太太彼此恩爱 只生过一个孩子 但是刚一出生就被调包了 所以他们再也没掉孩子了 你看到的 风叶 是他们领养的一个意思 这么说 我说我这样可能是疯惨你了 不管你是谁 你都是我的叶太太 只要你不想跟他们相认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用了 这件事情 让我亲自调查清楚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母亲这话说的好有意思 这里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俄标不是说 会听我教训这个俄标吗 为什么他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姐姐 那么只是担心你在外面没回来 不安全 你今晚有遇到什么人吗 你是指 你没有来教训我的俄标吗 姐姐你在说什么 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是吗 我今晚 被京城第四大家族的胡哨堵在巷子里 幸好叶二少及时赶来 我才没有受伤 只不过 叶二少动了一棒 现在进了医院 什么 我只让他 孽女 你要做了什么 什么 我只让他 我只让他 你又做了什么 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啊 我都不一天就知道哭 人家养了你二十年 你要是敢给人家惹麻烦 我就把你赶出去 老公 我儿可是我们的 你给我闭嘴 一二少 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只是脑袋受了点伤 需要注意观察几天 什么 老公 不是 叶琛 远离我想象 还要看重事情 看来 以后不能再侵犯他 你最近 就在医院好好照顾叶二少 报答他的旧命值 三天后 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想为你举办一场生日宴会 正式宣布 你邻家大小姐的身份 上一时 我被接回邻家两年 邻家成都没有向任何人宣布我的身份 如今看我有利用价值了 便为我举办宴会 恐怕是另有所图 听父亲的安排 父亲 你好像生了白发 要不我帮你拔掉吧 好好 您坐 抢我的未婚夫不说 还抢我的父亲 三天后的生日宴 我一定要让你失败名裂 沦为孝顶夫 好了 我以为 你会对我们心生怨愿 没想到 你心里还是有我这个父亲 时间不早了 我还要回医院照顾叶二少 就先走了 好好 我去照顾给你吧 去吧 老公 你真的要把十九嫁给叶二少吗 你给我闭嘴 从今以后 不许再批那件事 否则的话 但是你的宝贝女 滚回娘家去 不要 老公 我错了 姐姐啊等等我 滚开 你是不是把胡彪的事 跟叶琛哥哥说了 怎么 还不死心啊 还想找机会抢回叶琛 叶琛哥哥是我的 他只不过现在被你蒙蔽了 等他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自然会回到我身边 见你之前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跟胡彪解释吧 他应该还不知道你喜欢叶琛的事 啊 不对 他现在啊 应该没办法同你解释 老公 标怎么了 知道我身上是什么吗 妈 是因为人的学生吗 是吧 这次没 下次啊 可就不一定 疯子 我不会让你嚣张太久的 你了 苏喜买了点水果 要不要吃 不吃了 帮我做件事 少分手请说 帮我做微信息鉴定 不要让人们知道 少分手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 其实 你要真是风交的女儿 还挺好 怎么 一二少也看出门第 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你打了胡彪 那就得罪了整个胡家 胡家虽然在金城池排名第四 但他们掌管着地下所有的黑暗势力 而且 航门之间的这种关系都错更复杂 如果他们想联合起来 一起找你麻烦的话 就算是业家 也不敢保证你的周全 是丰家最肥也 不可以 但是丰家加上业家 就一定很 胡尚你没事吧 我 没事 爸 救我 你怎么跑你没事 孩子 你没事吧 爸 救我 好 不哭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是哪个小匹子中下这么狠的手 你们的 是我们的对家 不是男人 那是谁 黄阿姨 黄阿姨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们家两个女儿在这 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 胡尚成了我 还被我姐姐打了 什么 你姐姐把我儿子打得这样 是 我姐姐以前在拼命宫的时候 成天和混混打架 下手没心没中的 要不是我跟胡尚诉苦 说我被姐姐欺负 她也不会惹到我姐姐 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你是有错 林家小姐不学好 小小年纪就学会勾引男人给你办事 你们林家呀 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好啊 不是这样的 胡阿姨啊 妈 我还算不是这样的人 回答了 不是这样的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啊 我最清楚不过了 不过 这林家大小姐 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无论如何 我都要讨个说法 胡阿姨 胡阿姨斗胆求你 能不能放过我姐姐 三天之后 就是姐姐的生日宴了 Bom 小姐 等着瞧吧 三日后 你就会人脸进尸 崩尾所有人的笑 那就明明 成两 Amy 今天一个星龙班 林先生 von 盛能 老女啊 林小姐这是 Esc beautiful 日后前途不亮 到底还是亲身女儿好啊 林小姐完全继承了林总的优秀基因啊 尽情得意吧 现在你有多得意 待会儿就多狼狈 这个场子被我们包了 都独斤的 都往出滚 有一个算一个都从我们往出滚 胡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是小女的生日 我们在这里为她举办宴会 这个场子 这个场子的包 我想死她 我 虽然您是京城四大家族的少爷 也不能这么目睹无人吧 你 可是我们林家大喜的日子 老风能牺牲便死不上 我没去找你 你倒先过来找找 胡少今天这么大阵长 不就是跟着过来的 姐儿 你和胡少认识 问你的好女儿给弄我去 你自己做了腻 我二十个关系 父亲 胡少通说我被姐姐欺负 就找人替我出头来 结果没想到 被我姐姐打成重伤 在医院出了好几天呢 胡家这位少爷 可是出了名的 小子 林小姐得罪了她 就算夜少爱也早不对她 你看今天一二少都没来 说明一二少早已得到消息 已经放弃林家大小姐了 林家这些事玩了 林总 我 我 我 还有点事情 我就下回去 再玩会儿 过来哎哎 林总 哎我家的女儿还在等我吗 我把你我这儿的先走 别走 刘总 林总 我们也先走吧 哎这 我来了 我来了 姐姐 这下该怎么办呀 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今天是你的生意 都见冰克全走了 你岂不是要沦为全景城的笑 谁是笑我 也不一定哭 锦儿 叶二少爷不是很看重你吗 你快让他来啊 叶二少说他今天有事 晚点 有事 哈哈哈哈 男人不爱你才不是有事 真正的情况是 叶琛知道对了 他不敢为了你 和我们的亲家做的 什么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案 我本以为 师姐获得了叶二少的亲爱 就一飞冲天 没想到 他这么不争气 把叶二少玩没了不说 还得罪了吴家 不行 我绝不能让林家 断送在他手上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赶快 祈求吴少的原谅 我看林小姐长得还算漂亮 只可惜啊 我已经清楚了 没有机会 再喜欢我林小姐 不过 哎我这几个兄弟 还没有长度远的 不如 这让林小姐 林峰刺手终于会是怎样的 不是 胡绍底织手下这种好事 还是胡绍自己 生机 给你机会 你不争稀释啊 我再跟你的帽子 看他谁还能救 京城叶家道 京城季家道 京城蓝家道 呼标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我老婆过来 不可能 叶只能怎么回来 还记记了 兰家大小姐 他们不是晚上的朋友吗 没事吧 没事 这小姐 蓝小姐有没有什么 听说有人敢找我 先生rove了的麻烦 刻意來看看到底是誰這麼大 師姐你別擔心 上一次我們欠你一個人情 這一次無論如何 都不會感到樂和不去 謝謝 還生佐朵啊 你還是不會原諒我們 聽了 我們已經不是朋友 別叫的什麼氣 佐朵啊 既然上完佐朵 你們真的要為了這 這樣欺負啊 好 你不然是 你要再恐怕 我就讓你舌頭拔了去胃口 你真要為了這個從鄉下來的 那你 弄不獨家從太多 爸都不敢在我面前說話就不掛死 算是 這金城豪輪世家的門檻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低 你都靠拉汪傑派其身小福家 不敢造金城百年名優勢 布彪 石井是我們的朋友 你敢動他 也不爹娘娘自己夠夠 你們說點 胡少現在還想公訴我嗎 別以為你找了金城三大家族來做靠山 我 對 是 是嗎 胡少難道還要比金城三大家族 更硬的 請報告 我們出現 馬上做了先到胡說 去從口袋 死下惡婚的冰箱 這一個 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 你要捏死誰啊 你要捏死誰啊 你又是哪兒來的小朋友 我在京城 怎麼從未見過 戶城封家 封業 戶城封家 老公 他是 畢 我倒是認識不少封家的少爺 怎麼就沒聽過你和你的少爺 因為你還不夠不夠 那你造了什麼東西 敢就好 行 那就讓 胡正海那個老公寫過來 你 其實祝你大家光臨 真是讓韩社 屬必勝歸啊 胡總客氣 你想入住戶城的想法 我已經跟我們下少爺說了 少爺他也看話你 那真是太好了 讓我們胡家 在戶城的生意 能夠發展起來 到時候 在京城 就有機會 超越葉濟蘭三大家族 也不枉我打拼一聲 終於能夠帶著胡家 更進一步了 哈哈哈哈 好啊 胡總此話怎講 這京城的買賣 幾乎被這三大家族全付占了 像我們這種 白手起家的家族 想要更進一步 難於登天啊 哼 所以胡總這是 令其心境 不求生意 師父像啊 戶城 是我們胡家 唯一的出入 如果這次 在戶城發展的 不順利的話 那我們 在京城 在戶城 能夠再沒有容身之天 哎 這跟你說的電話 你不看我這兒 啊 許說我家少爺 想親自跟你聊這件事 胡總快接吧 對對對 喂 楓哲 胡正涵 你可真是生了個好兒子 我給你十分鐘 立刻來林家的生日宴上謝罪 什麼 否則 楓家覆滅 什麼 精彩通話 我爸就和楓家 寄出人的祝福談合作 你覺得你一個電話 就能不能叫我 就在剛剛 你親手葬送我家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 你一個電話 就能不能叫我 什麼 你不相信 哎 但是我聽到 被你轉笑 你還真是 你還真是 你不相信 實情的實情 這就是你除了葉家 季家藍家 找來的幫手 這演戲演的 被沒拿進 胡彪 祝你的身上 難怪會被林婉兒耍得搶著 姐姐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難道你還以為 是我讓胡哨找你麻煩的嗎 有沒有 你自己心裡心 你有什麼事趁著不來啊 別欺負他 好 我可以祝你來 就是不知道是在家的 受不作的氣 儘管放棚過來 你要是成了死 老子就吹死你了 趕緊閉嘴 說 你又怎麼來了啊 你又怎麼來了 你這是幹嘛呀 幹什麼 為什麼 你自己做的這什麼 你自己心裡沒點數嗎 我做什麼了我 啊 我就是看不慣這個 所以才帶人來毀了他的生意 然後就進一家 攔著 葉子就來了 不過爸還不 咱們馬上就要去護城發展啊 還怕這個媽呀 混賬東西 到現在 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誰 怎麼會養出你這樣蠢笨的兒子 爸 其他的我什麼都沒做呀我 崇利 奮鬥一生 好不容易為胡家找到出路 全被你給毀了 風少 對不起 是我 把自己的兒子沒有教育好 求您 再給我們胡家一次機會 我一定會給您一個 滿意的交代 小姐 你覺得 不讓你 胡家又不是陳情想道歉的 那既然如此 吴家想到不曾发生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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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不说不说 求求你再给我胡家一次机会啊 我 不认 臭小子 管用什么方式 都一定要求得林大小姐的原谅 听见了吗 老子我就把你诛出家门 事情 事情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永远不是太山 你就原谅我 啊 我错了 求你救救我啊 让我救了我胡家 我错了 没意思 不如胡上儿时去送我那帮兄弟吧 也许这样 我会告诉你 爸 你管 你帮我求求求请吧 你跟他说说呀 我是为了帮你 我们家才这样的 你胡说什么啊 我听不懂 林大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不是你经常跟我说实景欺负你 我才带人找他麻烦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胡家怎么能贪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怎么能不喝茶酒呢 不要血口喷人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陷害使谨 他可是我姐姐 原来你一直都在里面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他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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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我家毁了我女儿的生意 把她脱脱我赶出去 家 我 我不信 我 我 我不信 你 我 不知风少大驾光临 实在是有失远迎啊 林总可想 说来我们两家缘分并不前 以后打交道的几乎还多呢 封印 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风家已经知道实景的真实身份了吗 东赵 还没问 您和我女儿是怎么认识的 之前刚从乡下接回来 按理说 我是在医院照顾叶儿 到的时候认识 父亲在担心什么 看你这孩子说的 作为父亲 我只是关心关心你的生活 不行吗 是吗 我怎么记得 刚刚父亲生他我千年龄家 任由股票幸福 不说 哪有不担心自己孩子的父女 你这个孩子就是想的太多 赶快去把逼克克都找回来 就要只顾着风少 忘了你和夜少 已经结婚了 我跟姐是夫妻 不必再一起去 倒是风少 今晚帮了我夫人 我应该好说谢你 你要说客气 我和夜少夫人一见诚的对 我帮她是理所尽当的 总裁 我稍微调查一下风家的事 听说啊 风家家主让风宴去寻找亲生女儿 事有意想让风宴成为风家的女婿 即便如此 我也应该替我夫人 陪你喝一杯 感谢一下你今晚出手相助 不要说客气 感谢一下你今晚出手相助 因为是不是所有人都围着你 这是原本应该都属于我的 什么我毁了你 切就能回到原点 谁要毁了你 我 怎么了 妈 妈 没什么事 我有一点头疼 我先走走 妈妈陪你 不用了妈 我去去就回 好 那你慢点 你到了吗 好 要不在夜会上 你一定要让水碗都相信吃酒味大 包子的话 看人家水碗就别要了 你们都被林老二的表色为骗了 本来以为她只是虚伪而已 没想到这么狠毒 竟然要回石井的清白 走吧 你们去告诉石井 累吗 不累 今晚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石井 我们有话跟你说 石井 我们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 你来告诉她 我们刚才在走廊 听到林婉儿打电话 她好像找了什么人想要回你清白 她终于要亲自出手了 不忘我策划这么久 打掉了她的左膀玉璧 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从我打开林家那扇门 林婉儿就想毁了我 只不过她这个人善于伪装 所以一直都是利用身边的人来对付我 比如你们 比如胡彪 但这两次 你都拆穿了她的面具 让我们见识到她的真面孔 所以 她现在是准备亲自动手啊 狗鸡跳墙 她失去耐心了 你知道她要害你 还这么淡定 我猜林小姐 已经是有了自己的应对办法了 没错 这就是应对之法 行吧 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有准备就行 我们可不是担心你啊 我们只是不希望林婉儿再害人 我知道 那就这样吧 不打扰你和叶儿少了 叶夫人 你对别人笑得这么好看 我可是会吃醋的 我笑了吗 我笑了吗 作为你的丈夫 你平时都没这么对我笑过 你刚才可是对季大小姐 笑了两个次了 没有 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 不过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以后多笑下 我又不是唱戏的 你就是心理负担太重了 或许这些都跟林婉儿有关 不过我想告诉你 生活不只有仇恨 还有更多值得你去关注她 我不需要这些 我心里只有复仇 总裁 我在调查邵夫人过往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事情 说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您被仇家追杀 逃到云城乡下 被一个女孩子所救 您还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那个女孩子就是邵夫人 我什么都知道 不知道的人 只有她而已 少爷 大小姐似乎和叶家二少 关系很好 她是爸妈唯一的女儿 我唯一的妹妹 我只要她开心就好 剩下的 不用多想 是 欢迎大家来参加小女的生日夜 下一个环节 切蛋糕 哎 杰儿 你先切第一个 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哪来的乞丐 我轰出去 撞开我 我要找我老婆 我老婆就行了 你们撞开我 这人脑子有病 既然她到临家家不想找老婆 对家会上的人非富即贵 只能看上一个乞丐 看来酒精的服务工作做的不怎么样嘛 先让这种人跑到宴会上来 还不赶紧轰出去 父亲 既然她是来找人的 不如装给她找吧 你省得我们临家落到个仗势七零的名字 姐姐说的是 母亲 她既然要问 既然都问清楚吧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那就把她带过来吧 石锦 你想装善良 我好名声 待会我就让你后悔 你要找的人是谁 就是她 临家大小姐 她就是我在云城乡下的老婆 她就是在云城乡下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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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口慈慌 我姐姐虽然从小在云城乡下长大 可是她身份高贵 怎么可能是你乞丐的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怎么可能认错 我们在云城的时候天天睡在一起 她的腰上还有颗痣的 在回到林家之前 她还给我生过孩子呢 不过流产了 姐姐 我记得你腰上好像确实有一颗痣 难道 她说的是真的 说 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乞丐 认识 你也认识 林总 连我都相信姐姐都敢说是 你身为她的父亲 难道你还不信 叶城哥哥 你和姐姐认识才多久了 我们作为她的家人 都不了解的 你又怎么能知道 没有做过呢 闭嘴 既然叶城哥哥不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说 你除了知道我姐姐腰上有一颗痣以外 还有什么能证明你认识我姐姐 是上次你们睡觉的时候 她落在我那了 这不是上次叶家林家联会宴会上 林大小姐穿的那条裙子吗 是啊 上次林婉儿还质认这条裙子是假的来着 结果被叶夫人当场打理 这么说林大小姐真的和这个乞丐说 我的妈呀 那一二少头上岂不是律师草原了 谢完了 姐姐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你听不懂 我本来以为你还有一点手笋 能让我期待一下 没想到 你这么不懂了 现在可是这个乞丐才值 你是他的老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 他身上传我的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你要相信我呀 是你就是你 因为每次都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总是让大家针对我 难道你强制我的东西还不够 他想让我失败名裂吗 再到两点累啊 你是你 既然你的戏演完了 那就该我呢 你可看好了 什么 哪里有十万 我老婆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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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在三天之后的生意面上 说说我们家的大小姐是你老婆这句话 他腰上有颗痣 你只要说出这个梦 所有人都会信我 这真有事啊 老板我坐我坐 行 这不可能 呀这这咋还播出来了 老板接下来该咋眼啊 啊是我 是我 真的不是我 人正路上俱全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难道你要把我们林家的联权丢尽了可可惜吗 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你 定是你 你知道我要回你清白 所以早就在这儿等着 你好歹毒 我歹毒 是我逼你找人回我清白 还是我逼你再不算情 你 你不做这些事 我怎么会有视频 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 要想你不知 我 你什么你 作为林家养女 霸占我的人生二十多年 但没有一点感恩之心 找人回我清 我们之前 到底是谁带着 这林家爱小姐也太恶毒了 他也不想笑 这林大小姐替他说这么多 他怎么会拥有二十年的草莓生 包括龙徽生 这张小姐简直就是黄狗狗狗蛇 他叫什么林大小 他就人家一个羊 除去这个身份 给他吃个什么东西 有人泄言的东西 还不过我国会就反省去 婉儿 咱们先回去吧 别再做啥事了 站着 站着 实际 你害得玩还不够吗 你还想怎样 母亲这话好没道理 大家可都听见了 是林婉儿要害我 不是我 要不是你抢害东西 他会落到这么地步吗 我还变成这样都怪你 我已经明白了 母亲的意思是 我就不该回来 不该打扰你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这林夫人到底怎么回事 都分不清自己的亲生女儿事实吗 就算林婉儿有在林家二十多年 她的林婉儿有了感情 但也不然这么是 毕竟沈井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总觉得林夫人怪怪的 是啊 你都尚不识子 林夫人对养女儿和对亲生女儿的态度 就好像林婉儿才是她亲生的一年 蠢子 姓儿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当真为了这个养女儿 连丁生女儿都不要了吗 老公 来人 送婉儿回房休息 妈 便不要我了吗 怎么 笨 婉儿 别怪妈妈 妈妈一定会为报仇的 今晚我错过你了 让你受委屈 母亲也是故女心界一时心急 我能立即 你说的对 平时我不玩多一点 今日我该保护你 男人 借你 为我女儿亲子跟我拖下去乱混蛋 不要我只是收钱办事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叶夫人 你这是要让锦儿落到个不好的名声 怎么会 你 我是在惩罚回我女儿亲的凶手 叶儿少 你看你干 来人 给我女儿准备两杯热牛了 热牛了 今晚你受委屈了 待会儿何悲这牛呢 没事 谢谢你 老公 今晚闹剧持续时间太长了 叫大家不散了吧 各位老板 今晚是我邻家招待不中 接下来的时间 请大家吃好喝好 不要客气 叶儿 我有些公司上的事情 想跟你聊聊我们出去是吧 你去吧 我跟母亲好久没说过话了 正好这次机会多聊一个 好 那我待会儿再聊 叶儿少对你可真好 是啊 都说叶琛不尽女色 深不可测 但她对我好像比一般的账户对妻子了 可惜了 这一切人们应该是我 母亲难道没听说过单相思吗 叶琛根本就不喜欢林婉儿 一直都是林婉儿缠着叶琛 是我想错 我是觉得婉儿太可 这叫林婉儿太远心 你先啊 太偏心的话可不好 这样别人会以为 林婉儿才是您的亲生呢 您说对 我还没问你 你和封少怎么认识的 还得你好吗 我和封少啊 我和封少是在医院认识的 那时候 她好像在找一个什么人 她一见我 就说我眼熟 母亲猜猜 她说我像谁 母亲 啊 你是原理 大家像我吗 母亲说的没错 林婉儿 同样准备在这边来好 啊 啊 十 嗯 我儿从小有个习惯 睡起来了 在这 你打笑不在我城中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习惯 来尝尝 来尝尝 谢谢母亲 哎 那不是林婉儿吗 啊 没有啊 啊 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那位小姐真的很像玩儿 行那快喝吧 凉就不好喝了 你让我临身的酒吗 我要让你尝尝 偷要死 我家那边是给谁的 这边是给玩儿的 虽然她犯错了 但是是我也很大 我想再给她一次记会 你母亲还真是善良 你说对我也是一个就 我说什么 我对你和我儿 你是图人 把这边来送到二里一房间 你请我有点头晕 我先回去休息 哎好 你的房间在二零三 是你父亲特意为你定的总统堂皇 快休息 把这杯酒 换下去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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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喝什么 我跟你们说 杀人可是犯法的 你放心 不再吃心里 不过这酒里边你刚下了 你只要把那金本 彻底换了 我会考 真的 你没想 没想到 你们有钱人玩这么大呀 我今天流淡不用死了 我还可以尝一尝 大小姐的滋味 嘿嘿嘿 这种好事 我连梦里都不敢做 你若是再出错 你最挑战 我也保 你放心 这种事 绝对不会出错的 带着房间 王二小姐 这是林夫人特意为您准备的牛奶 请您喝了点水 母亲呢 她没有来看我吗 林夫人正在陪林小姐说话 现在不方便来看您 为什么她一回来一切都变了 因为我才是母亲的亲生 王二小姐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王烈烈 你出去吧 是你 把这里别人用过的通通都给我换掉 我母亲说了 我才是林家大小姐 这里的一切我想怎么换就怎么换 你们好好干干好了有事 换完了吗 那就自己去领红包吧 我待会再来休息 等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是林小姐今晚要做总统套房 让我们把所有东西换了一遍 还给了我们不少小费 我都没有需要我这样的待遇 她平手 我是她妹妹 我进去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整理 好 有什么需要您尽快分数 这是林家大小姐的房间了 因为我这两月带一个宝宝了 是平时 平时 平时能要躲给我的一切 许子 今天你给我致辱我来日一定有百分偿还 啊 啊 我能听闹的是怎么回事 好美人 我来了 不是这趟您帮我干什么 把门给我锁死 是 接下来 就是这个 那子气 好了 好了 膝盖不见了 嚷嚷什么 给我闭嘴 我把屋边景清白的膝盖关起来了 可是 人不见了 你为什么会不见 不是让你吞着他们 我把他组的房子里边的 我想 他逃不出去的 除非有人帮他 不谁有房间钥匙 就我和景儿 景儿人呢 又跑哪去了 他刚才说不舒服 我就让他回房休息 我该不会是 我房间在哪 23去看看 走我带你去 走走走走 我们也去看看 走走走 就在这里 天姐 我来朋友是问你 不要 不要天 这林家大小姐玩的这么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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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到 竟然回来 做这样的事 他只是说他身体不舒服的 混蛋 混蛋 又不出来 也不知道林大小姐该谁在里面偷取 难道比叶哀少更有卖力不成 林大小姐到底是从乡下来的 这般做的 估计早就被那什么恶法 刚才出现在夜会上的小乞丐也不见了 难不是这里面的 就是林家大小姐和乞丐 酒店服务员了 又过来把门打开 师父 师父 回头 我就要去哪儿 叶儿少 实在抱歉 施锦在和你已经结婚的情况下 还做出如此伤风败足的事情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们林家一定会给你个说法 我不相信锦儿会做出这种事情 除非 酒人有心献 叶儿少 虽然我是施锦的母亲 但是她的品性再也清楚不过了 她本来心思就被玩神 而且目中无人 跑往我家 原本 叶铃两家的婚事 是你可玩 可她非要抢出去 现在做出如此下足的事情 我也是 没脸得不下说话 听林夫人这话 你就那么认定 里面就是锦儿子 这个房间是我亲自为施锦定的 肯定做不了 主持 你说什么肯定做不了 哎 你 你怎么从实 从晚上房间进去呢 我房间没人抢了啊 我快另外房间没人 就进去补了个价 怎么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 待在我身边就好 这实际不在里面 那那你们是谁 不要耍了不要耍了 啊 进去看看 你们不要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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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 我真的什么也没做 我真的什么也没做 我就想惩罚自己那个 跟我们想的 啊 啊 啊 那今天大小姐的身子真小 跟逗子一二软 林婉儿 这是怎么了 那不是刚刚在宴会厅上 污蔑我清白的乞丐吗 你们怎么搞到一块去了 是你 是你混了我清白 林家养女的作风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不是这样的 是个 他跟我吓人样 是 刚刚在宴会厅上 你就说自己没有陷害事情 可事实是 你确实串动这个乞丐 来诬陷事情的青年 现在又否认这一切 你说的话 谁还敢信 林婉儿 你是想给石锦下药 结果自己中招了吧 不是这样的 够了 你就是个撒谎成性的骗子 真让我感到恶心 多行不易逼自逼 林婉儿 你好自为之吧 这既然是你们林家的事 那我就告辞了 不是这样的 这次真不是我做的 是 是你对不对 是你毁了我金白 是你让我没有怜悯 是你对不对是你 告诉我 爸 不要叫我爸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从今天起 我会正式宣布 和你脱离夫妻关系 母亲这是怎么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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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中招 母亲难道问我 那杯热脑奶 是您亲自送给英儿 是我 母儿 是我 来了我的女儿 没事吧 没事 好不容易让仇人父亲 都能带进来 你都喜欢 既然如此 那以后就别跟他们叫我 不 我还有一件事情 能做 苏助理 之前拜托你帮我做的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 啊 出来了 好一个林家 怪不得我上一世委屈纠权 怎么迎合他们 都比不过林马尔 难怪他们狠心把我卖给变态辐尚 原来我根本不是他们的亲生女 这段时间多谢你的帮忙 我还有事情要做 等我忙完再来找你 到时候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会全力配合 哎 总裁 少夫人刚才说什么呢 您听懂了吗 什么上一世 什么卖给变态富商 这变态富商说的不会是您吧 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呢 这 最近加派人手 包括少夫人 有什么情况 马上就扶着 哼 我亲生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很善良 每年都会资助很多孤儿 给他们建学校盖福利院 我是唯一一个足够幸运 被他们收养的孩子 既然他们那么善良 为什么现在起来找我 因 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 会被调包 什么意思 你出生那天 医院发生了一场大火 一个护士不小心把你和另一个女婴给抱错了 爸妈把她养到18岁 却越发感觉她不像封家人 后来经过调查 她确实不是封家的女儿 不过她当时身患绝症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爸妈把她安葬后 就让我不惜一些代价来找到你 18岁 也就是两年前 跟林家找我的时间不谋而合 你们难道就没怀疑过 是有人故意调包了孩子 你很聪明 根据我的调查 事实确实如此 那个死去的女孩 正是林家的亲生女儿 二十年前林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吧 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去首富家做大小子 这招犁猫换太子真是天衣物 林家那边我会亲自处理 对了 你要不要先去看看爸妈 不用了 过段时间我再回来 小爷 大小姐 大小姐 对林家 似乎有很强的仇恨 派人跟着大小姐 务必保证她的安全 是 哭哭哭 你和两个人成天就是老哭 别人不知道 他以为家里死了人 我回来了 你回来干什么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你毁了我的清白 毁了我的名声 还把我的未婚 我都把我都抢走了 你可不去死啊 吓死你 还成天往家里跑 出去 看来家里不是很欢迎我 正好 我本来也没打算在家里住 我回来是帮叶琛给父亲带一句话 他有一个价值十亿的项目 想给你家回家 价值十亿 没错 叶琛说既然和我结了婚 我又是林家大小姐 自然有什么好处都要想着林家 只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我进公司负责项目推荐 不行 事到如今 我也懒得再跟你们装什么母女情深了 你们应该清楚 如果不是我 叶琛不可能把这价值十个亿的项目 交给林家 也只有我 能给林家答案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算没有你 我们林家照样可以和叶佳合作 是啊 老公 这叶佳的话 能行 给我闭嘴 说吧 你想在公司要了什么职 爸 老公 你真的要让这个叶佳进我们公司吗 明明我才是你的女儿啊 林婉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不是爸妈的女儿吗 你只是 闭嘴 婉儿只是最近情绪崩得太轻了 你别听她不说 你当然是我们女儿 是林家的大小姐 那我就放心了 叶琛说了 我要不是林家大小姐的话 这个项目啊 我就要交给别家公司来做了 我记得咱们家公司是两年效益不太好吧 应该挺需要这个项目 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才答应让你进公司职位随你挑 但是 这个项目必须是我们林家的 父亲能想明白就好 至于职位的话 林婉儿在公司是什么职位 我就什么职位吧 畢竟她最近 丑闻在身 继续回去工作的话 对吧 醒醒 你是个 我儿在公司是副组的 你一个想想还能闻吗 你担等气吗 这就不让母亲费心了 叶琛已经安排了相关人员辅助了工作 再加上上一诗 我为了追上林婉儿的脚步 一直都在暗暗能力 原本想让林嘉诚看到自己的优秀 却没想到 父母是假的 身份也是假的 只有那熬夜学到的知识 是真正数了自己的 既然这样 明天就去公司报到吧 好 大小姐您好 我是女主王琴 之前在林副作所下工作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你需要向哪个理由做 公司现在只有一个人出色 就是我 你要是连位置都摆不清楚 就给我回出去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把这个东西给我丢掉 然后把公司近几年子财务报告拿过来 我要了解一下公司情况 财务报告 这 怎么 我马上接手公司 连最基本的情况都不能了解吗 不不不 我这就去给你拿 喂 王二小姐 那个石井说她要看公司的财报 您看 随便拿几个杂的给她看 我这不是一个乡下来的土鳖 能看出什么东西 可是 怎么 我的话不管用了 你可别忘了 你母亲还在医院等着用医药费呢 我知道 王二小姐 林 林副总 我 怕什么 我又不会像你王二一样 拿你母亲为协议 对不起 多数王二小姐逼我给她通往放心的 我只是想给我的母亲挣掉医药费 实在不想参与你们姐妹的斗争呀 你母亲一样可以拆过啥 五十万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治好你母亲的病症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现在 您是消瘦一件事 把公司财报给我 谢谢林副总 谢谢林副总 我这就去给你拿财务报表 报表我看过了 林氏集团这些年看似蒸蒸日上 实则早就禁欲其外 白需其重 你想怎么做 曝光出去 让林氏集团彻底 任何连生 虽然 你都没见过 我才能给你拿财务 可我现在甚至比他做的 所以我还能警察 照顾好公司等我回来 林总还是都担心担心您自己吧 这以后到了牢里啊 可就没人再给您面子了 至于这公司 大概过不了多久就要改名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解 你什么意思 你要把林氏集团改名 别废话赶紧走 林总 一路走好啊 师姐 你竟然举报了公司 还让警察抓走了爸爸 你跟你 就我不敢听你回来 林家被你害场了 你 咋男 我竟然敢对少夫人不急 放开 刺身说对了一半 你确实不该把我结婚 不过林家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要怪就怪你当初贪心不足 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和护城首富家的大小姐掉 你什么 你都知道了 是 我都知道 要不然我还以为我的好母亲 是个不变中间的蠢货 你竟然够深的 妈 我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 什么调报 什么首富 意思就是 石井是护城风家的首富千金 结果当年被林夫人林猫换太子 被丢掉了乡下自生自灭 那被换到风家的人是谁 那被换到风家的人是谁 你要谁去过好日子了 是你双胞胎姐姐 可惜啊 两年前去世 哇 你听我解释了 为什么不是我 你为什么把我送去风家 你知道这些年 我做林家养女 被人怎么嘲笑的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够了 这两个女人听着我 把你们赶出去 你可以有什么赶我吧 你是风家大小姐没错 那这里是林家 林氏集团 你算什么东西 林氏集团已经被我们风家收购 从今天起 这家公司老法是实际 没可能 这个 怎么可能会是林氏集团的老板啊 我不相信 林小姐 你想是尽管是这样的文件 还是不 是你 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我就是要抢做你的一切 你就是要抢走 你的一切 老板 公司名称已经改好了 叫紧救集团 您觉得可以吗 好 等牌子做好了 直接把林氏集团的换掉 是 不怎么换 我才是林家大小姐 这公司是我的 早知道 我就应该一把掐死 但命令都是我给的 你所有一切都应该属于我 现在你立马问下我磕图道歉 你要让我女儿免谁赔礼道歉 你们是谁 干的林家的撒业 你不记得我们是谁了 当年就是你把我女儿调包的 你这是谁 你这个人贩子 你要接受法律的审判 你们是实景的亲生父母 我真的想你啊 对不起 我们现在才来看你 锦儿 我是妈妈 孩子 我们知道 我们这样默然的见你 你是很难接受的 可我 我恨你吗 那是真的想你啊 妈妈听说找到你时 就立刻来到了京城 这座里没来见你 是怕打扰到你 这次过来找你 是想好好补偿 我父母 已经习惯一个人的日子了 不想再和任何人一起来 可是 崩总 崩太太 石锦现在是我妻子 不父属于任何一个人 就算你们是他的亲生父母 也不能逼他做他自己不想做的事 我不逼他 我们不理你 以前 我们让你吃了好多的苦 以后 不论你在干什么 我们都让你干 我 只是有一个希望 请你允许我 每天 来看看你 好吗 随便 你 我也 你 你 我 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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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就不应该照顾照顾 我这个已婚之夫的叙承吗 叶辰我想跟你说件事 你说 我们离婚吧 现在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你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 等你的事情也了结了 我们 我不同意 叶辰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走不远的 而且我不需要感情 可是我需要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你可以利用我利用我一辈子都可以 你不能用完就丢了 你不能对我负责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不远的 我先回去了 如果你执意要离婚的话 我会放手的 施总您没事吧 嗯 没事 您刚刚说什么 哦 这是公司苦权变更后的信息 您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林氏集团的老员工继续留用 如果想走的给他们一笔立之费 好的 哦对了 今天下午林氏集团正式改名为锦绣集团 到时候需要您出席节财活动 好 第二少子 施总您不知道吗 第二少今天上午就离开公司 去国外出差了 短时间内应该回不来 恭喜恭喜林小姐 现在该叫你施总了吧 称呼而已 王总您想叫你 你施总年轻有为 前途不可限量啊 小心 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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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锦儿 你别担心 叶尔绍吉人天井 一定不会有事的 是啊 你哥哥 已经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来给他做手术 一定不会有事的 锦儿 小春怎么样了 他没事吧 你别担心叶春春在里面抢救 方燕 我哥哥他已经找了国内最好的医生 叶春会没事的 好 风总 救护车大兵 想起当年我们还在一个酒席上吃过饭了 没想到现在我们成了一家人了 是啊 这一会儿都过去多少年了 锦儿的事我都听说了 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你们受苦了 以后啊 会好的 嗯 会好的 病人手术很成功 你们可以放心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医生 太好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你来了 锦儿来了 既然锦儿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那就辛苦你照顾小春了 应该的您慢走 素 喂 刚刚叶夫人喂你吗 别让喂的跟你喂的那样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这几天想了一下 如果你想离婚的话 那我们就不离婚了 你说说 我说 不离婚了 真的吗 我会试着去喜欢你 但可能有点慢 你别着急 我有一生的时间来等你 所有一点都不着急 是 谢谢 自始至终 坚定不移的选择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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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